我生了 然后委屈了 跟她一起聊得比较难 觉得很投缘 然后我就试着去追她 然后她就接受了 她就答应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现在 我觉得我们的爱情 已经变质了 我之前犯了一个错误 但是之后 我一直在努力地去弥补 可是她还是 就着那个错误不放 到现在甚至 以这个为借口 去和其他女生玩暧昧 我实在是 出比较我的底线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那根本就不是 玩暧昧好不好 我那只是跟她 平常很普通的聊天 那是什么爱 你又梦梦的那些女生聊天 你问她是不是 女生寂寞了 问她出来约会 你觉得这只是 普通的聊天吗 你现在 你现在过来指责我 你有什么资格 现在过来指责我呢 我是你女朋友 为什么没有 你之前犯的错误 还不够大吗 你犯了错误 我还原谅了你 可是那只是一个意外 我跟你解释过了 你那个是意外吗 你之前跟那个大伟的时候 你常跟她联系 我 你跟她联系的时候 我跟你吵过架 差不多了事了 对她美妖男女之间的 那个爱情感性 如果你跟大伟 只是普通关系的话 我根本不建议 但是你跟她呢 最后呢 去 她去年 七月份的时候 她之前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喜欢旅游 然后就加了一些群 进行跟一些陌生人 出去旅聊 她来一次去 我让她去了 然后我不知道 她是跟大伟一起去 停 大概不用说 每个人都能体会出来 这点事了 我为什么打断你 我有个前提想问你 你今天来干嘛 如果你说你要接 这个女人的丑 你可以走 如果你说你想挽回 跟她的情感 我们可以谈 你来干嘛 我只是觉得 她本身发生了错误 你来干嘛 我是不同意 她跟我不同意 你不愿意跟她分手 是的 那我们再说白了 就是这个女生 在跟你交往期间 做了男人 无法容忍的事情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然后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八年前 你能原谅她吗 如果你能原谅她 你就原谅她好了 如果你不能原谅她 你跟她分手 你现在是不想跟她分手 我原谅了她 你原谅了她 就OK了 不是 那这件事就可以过了 我们就不说这件事了 你原谅没原谅 我是给了她一世和好的机会 她如果真的原谅我的话 她不会让我做那些事情 她让你做什么了 她说要我所有都听她的 每天吃饭的时候 其实是在餐馆里面 她都要求我对这件事情 跟她忏悔 去保证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之后每天还要求我写一百字的 那个道歉书给她 最开始我都是写了 就是我还在网上找 你写了吗 你后面还写了吗 到现在也差不多快一百封了吧 你后面没写了呢 我要求你每天写 你没写了呢 现在 那是之后发现你 跟其他女生玩暧昧 我才没写的 你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了 姑娘你为什么要写啊 因为她之前 她前任也是 因为这种事情跟她分手 所以我就很在乎她 然后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在这种感情里面 我犯了错误 而且她答应跟我和好 就是因为我所有的事情都听她的 所以我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我写到贴信的时候 我在网上找那种 就是心灵鸡汤 希望能够让她早点忘却 这段悲伤的事情 但是她每天都是让我去忏悔 让我去接这个伤疤 这个是为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所应当承受的一个结果而已 不是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她情侣关系 情侣关系 她是我女朋友 她是你女朋友 对 可是你现在没有把我当女朋友 你为什么不走啊 你这么没去 但她不允许我走 她不肯跟我分手 那为什么呢 她觉得我犯了这个错误 没有办法原谅 但是她也不肯跟我分手 她之后还做了一些 我不是不跟你分手 当初我跟你分手的时候 是你来苦苦哀求我 你跟我说了什么 你说只要我能够原谅你 我提出任何要求 你都可以答应 我答应了 你提的要求我都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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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到你提的所有的要求 我都做到了 可是你没有必要 就是连我闺蜜到我家来 到我们家来做客人 人家手机放在桌上 你都去查她的手机 去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 你放我的手机我也让你看 我手机从来不生命嘛 可是你没有必要吧 她是我闺蜜 凭什么呀 因为她的手机太干净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都查不到 我就好奇 只看一下她跟她闺蜜 记录上面都有 你知意不看 了解一下她吗 我也没看你闺蜜的一些隐私 我只看一下你跟她 可是她当时那么生气 我为了维护你 差点就跟她落翻了 这个闺蜜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看人家的手机啊 没关系 那你凭什么看人手机啊 我是好奇 那你好奇就能看人手机啊 因为我觉得男人和男人之间有话题 女人和女人之间有话题 不是 你看人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太陌生女人 因为我也 那你看人家一个认识女人的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但我也没有看她的隐私啊 你还没看人隐私 手机就人家的隐私 你还要看什么呀 还干嘛了 她有天早上起来 她说要做梦了 然后她就 她就跑去营业厅去查那个记录 查我的通话记录 然后每一条每一条都来问我 完了之后查手机 查电脑 就这样 你说这个事情 就是只是做了一个梦 她就这样子查我 我希望你做一些事情能够信任我 但是我问你 我后来还是查了东西出来了 你的时候不还是用那个网站 继续游览一些信息啊 你不是说好了跟他们断绝任何联系的吗 自从那次之后 我跟他们都没有联系 他们也不理我了 但是我喜欢 还是我的爱好 我在家里 除了每天上班 就是除了上班以外 下班之后我就 你们纠结什么就分手呗 你心里又难受 你也难受 你们干嘛不分手啊 她当时做出了事情 我要分手 她不愿意分手 现在要分手 她一句话分手 我就应该跟她分手 我不分手啊 我就是不分手啊 那你要怎么样呢 我不想分手 不是 那你要怎样 我觉得 除了不分手 不分手可以 不分手之后你要怎样 不是 主持人我跟你说 你看你也是一个男的 是吧 如果说你遇到我这样的事情 我很大度地原谅了他 我觉得就是两点啊 第一点 你不原谅 你离开 第二点你原谅了 就不要再提 OK了 不是啊 主持人 我问一下 你作为一个男的 你觉得这个事情 你就简单地说 好吧 原谅你的 以前没发生过 可以吗 可以啊 我觉得不可以啊 为什么 他发生了事情 他做错了事情 你离开他呀 但 最近事情 但什么 你就拿这个东西 你要弄它一辈子吗 不是 你折磨你和他自己 有意思吗 要不然你原谅他 要不然你放人走 你有什么权利 这么去折磨他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 行吧 那你怎么着 不是说你现在 跟女生聊天吗 聊什么呀 就是聊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是吗 但是他说 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这样的 聊什么呀 他就问那美女的 你有没有时间出来吃个饭啊 有没有时间出来看个电影啊 然后还去加别人的微信 我那只是好玩 我说了那只是好玩 好玩吗 因为 好玩吗 不好啊 好 现在我认为你做错这件事了 每天麻烦你给我写一个一百字的忏悔书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做得到 我觉得做错的事情 我过来 我应该忏悔啊 你做错了吗 我没错 我觉得 你没错 我不觉得我哪里有错 你没错是吧 是啊 你难受吗 兄弟 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这样其实挺折磨 他还挺折磨你自己的 因为 有时候 有时候 你也会哭 对吗 我很困惑 知道吗 本身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男的 发生在我身上 我真的 我可以原谅他 可以接受他 但是总是 别扭 是的 感觉就不是以前那种感觉 找不到刚开始的那种感觉 那就放他走啊 但是我也舍不得 我真的舍不得 因为我自己 我年龄也这么大了 我也要考虑以后的生活 受得了吗 你觉得我犯了错误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做了 但是你没有必要再去 就是说 在我闺蜜那边 还让我难做 而且还有就是 最主要就是还跟其他 女生去玩暧昧 我觉得我完全受不了这个 真的想要这份感情吗 想 你们看怎么办吧 老师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眼前是一个既可恨 又可怜的男人 用惩罚别人 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是最愚蠢的一种做法 仿佛能够能够借自己的私奋 惩罚了他 但实际是一点用没有 你因此心里好受一点吗 我只想 你解决了问题吗 所以翻回来说 你既可恨又可怜 可怜在于 我看到的是一个 在上一段感情中被女友抛弃 耿耿于怀 心里没有翻过那一篇的男人 而在这段感情中 居然又再次被重现 自己对旧爱的恨 对心爱的留恋 纠结在了一起 既不敢勇敢地说再见 也不敢自我审视 真的放开 我给你两个建议 一 放他走 谢谢他爱过你 也跟他说对不起 我伤害过你 放他走 你放他走就是放你自己走 你知道吗 你让他解脱 你自己也解脱了 第二 不要放他走之后 再着急找下一段恋情 让自己心里和生活 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 再去谋求自己的幸福 今天是你或者是他 有可能走向幸福的一个起点 千万别错过 谢谢马老师 许总 我帮你找一下源头 你可能知道这个源头之后 你就不这么纠结了 源头就是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 你以为自己很爱 你以为自己被 自己很爱的女人背叛 你很倒霉 你很值得可怜 你应该获得所有人的同情 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当众去羞辱她 她这么哭泣 为你做出了这么 没有尊严的事情 一点也不心疼 如果你爱她 你一定会心疼 如果因为当时 你自己不能调解自己的心态 你去做出了过分的事情 之后 你一定会后悔 你一定会心疼 你一定会改 你有吗 一次又一次 变本加厉的 你一定要完成这个 一定要完成那个 一点心疼都没有 你根本不爱这个女人 所以是时候 自己调节 自己跳出这个怪圈 自我解脱 你自己可能心里还会好受一些 何必伤害呢 女孩 你有值得要去改进的地儿 它是误解了自己战友和爱之间的区别 自己把自己固定在了一个怪圈里头 无法自拔 而你同样也是 你没有自控能力 不够自爱 如果你有足够的自控能力 以及自爱 你不会给那件事情 发生了一个机会 你应该有识别这些危险啊 尺度啊 分寸啊 这些的能力 可你没有 马上你又一个能力的丧失 又显现出来了 你没有一个自爱的能力 这个人 甭管你多爱他 甭管你多么自责 因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也不能丧失你的尊严 你是一个人 一个独立的人 如果这个人没有尊严 没有自爱的话 别人爱你什么 他只能是在你的屈服当中 在你的一步一步退让当中 纵容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过分 所以 面对这么样一个人 一定要自尊自爱 然后增加自控能力 才能让自己 在日后的生活当中 不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明白吗 这件事情是给你们两个 分别的一个教训 好 谢谢 周老师 爱会让一个人疯狂 会让一个人嫉妒 也会让一个人内心扭曲 你们俩都被爱所扭曲了 男生的确做了很多不尊重 而有伤害的一些事情 但这事换任何一个人心里 也难以放得下 所以我们被爱扭曲了 他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 他想说宽恕 却又宽恕不了 就像你时常跟他说 求求你原谅我 他说我恕你无罪 但一个数字 已经说明你是有罪的 你一直问主持人说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样 这事在你这就是一疙瘩 永远翻不过去 我觉得你们之间 还是有爱 如果没有爱 不愿意这样去折磨彼此 但问题是在于 你一面让他难受 一边把自己也折磨得一塌糊涂 这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要这样 你只是这一点没有想通而已 那我想问你 如果今天不分手 什么时候是个头 什么时候这一片你能翻过去 你能把沙子揉碎在眼睛里 其实你回答不出来 你不知道这个心理过程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完成 那既然不知道 既然曾经在一起爱过 既然也惩罚了他这么久 那为什么还不放手 舍不得 舍不得 很多东西都舍不得 人活一辈子 有太多的东西都舍不得 最后还是舍得了呀 如果你老是谈舍不得 那你就太自私了 其实他也舍不得 他如果舍得 他就不会去受你的欺负 他也舍不得 但两个舍不得的人在一起 如果这边就翻不过去 再舍不得在一起 那就一起死 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 好不好 跟别人说一声对不起 就这样 今天其实我们在 这个个案里面 给我们最大启示的是底线 对吧 每个人有每个人 自己不同的底线 我给你一个建议 要不然就好聚好散 该认错要认错 要不然就真的原谅 为爱 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想清楚 别再胡闹了 好吗 女生 错确实是错的 没有管理好 但是不因为这个 而让自己失去 做人最基本的东西 你已经失去了 不能再失去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